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工人即将罢工 港口营运商美国海事联盟周一表示 他们已经向工会提出加薪50%的条件 以避免缅因州到德州的货柜运输中断 欧洲汽车业两大巨头斯特兰蒂斯和福斯集团 分别下调今年财测 致使汽车股领跌欧股也从上周五创下的历史高点回落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在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时表示 中国开发商卖掉但没有盖完的房子 是盖完但没有卖掉房子的20倍 他认为保交房政策应该优先于政府 现在下场买房的去库存政策 英媒金融时报指出 受到全球各地爆发潜流感冲击 数千万支弹机遭到扑杀 造成弹价大幅走扬 目前全球平均弹价比2019年疫情爆发前高出60%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